大脚心讯息 都有很多地方你们可以关注 我们希望你们也能意识到这个事实 这样你们就能更有意识地选择 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你们不必因为别人都把注意力 放在某个特定的主题 人或事上 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某个地方 你们不必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某件事上 只是因为它发出很大的声响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吸引注意力 你们要用自己的辨识力来决定 把注意力放在某件事上 是否对你们有用 这是你们拥有的一种力量 一种通常不会被视为天赋的能力 但如果你们有辨识力这一天赋 你们就能感觉到某件事 是否能引起你们的共鸣 那么你们真的很幸运 当然 没有运气这回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将再次使用幸运这个词 你们在这个化身中为自己做了很好的选择 而那些没有这个经历的人 也是故意选择去体验那些经历的 所以 请记住 他们沉睡着 是因为他们想睡着 他们在看24小时的新闻循环 因为他们的灵魂决定想要有那种特殊的经历 你们不必因为他们这样做就把他们归于行差踏错的一类 或把他们称作绵羊 在灵魂层面上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如果你们遇到没有做出明智选择的人 或者没有有意识地选择他们关注的东西的人 那么你们必须认识到 你们将这些人带入你们的觉知是有原因的 也许这样你们就可以释放你们对他们的抗拒或评判 或者 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告诉你们 事实上 你们并没有尽可能有意识地选择 关注什么以及关注多长时间 一些发出大响声的东西可能会吸引你们的注意力 然后你们也许会对自己说 我不需要专注于这个 随后 你们可以有意识地 有意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你们可能听说过这样的真理 你们所关注的事物会扩展 你们也会与你们所关注的事物融为一体 因为在你们关注他的那一刻 你们就开始与他和谐的震动 因此 在继续关注他之前 你们必须确定那是否是你们自己想要成为的东西 你们会成为什么 你们也会在你们的外部世界中看到其印象 因此 你们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是否想看到更多自己在那个时刻关注的东西 这些都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有意识的选择 这些都是每一个想成为有意识的 有意识的自己是向创造者的人需要做的选择 当你们决定你们想成为那些人中的其中一个时 请注意 注意你们想在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中更多的看到的东西 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谢谢你们 你们